政府才在鼓励大家多生小孩 想不到台湾去年的新生儿出生人数只有16万6千多人 这创下了历史新低 而是预率低 但是人工流产率却很高哦 有台大教授就估计了 国内一年内人工流产人次高达了30万到50万人 官方的统计数字也不低 国内平均每年有23万人次人工流产 等于有23个小婴儿无缘来到这个世界上 是去年新生儿人数的2到3倍 而这个教授就认为了 国内法规应该做更严谨的把关 政府也应该提供更完善的怀孕资讯 辅导跟领养管道